公正党指责美分跟这个土权同台的这个课题 第一我觉得这个是公正党 现在好像掉落了一种完全没有课题的这种状况 一直在找一些不是问题的问题来无限放大 在美分这么群劳这两个礼拜一直在整个卡项选区 会见选民讲座会 那么却把其中一个出席者跟土权有关系 就要搞到整个公正党包括陈宇乔拉这些大票的这种中央的教授 来拉着这个照片狂止美分与土权挂钩 所以今天把整个东西扯上土权是一个很可笑的东西 因为在任何的政治讲座上 你不能够控制谁出现在这个地方 只要他是选民想要来听你的讲座 哪怕是反对党的人我们更欢迎他 希望他能够接受我们的这个理念 转而支持我们这个政党 再加上最近网络媒体 一直在抹黑污蔑美分 把他的照片 移花借墓放在一些卡通上 把他变成女佣 把他变成扫勾渠的人 再加上我们这个行动党的大壮 尼可敏 每次用这种污蔑的词句去羞辱敌对政方 我要提醒尼可敏大律师啊 你的老婆开的也是这个服装店 做大衣的这个店 他也是有用运斗来运衣服的 尼可敏啊 你小的时候你的父母你的母亲也是用运斗运衣服给你上学的 他们就是女佣吗 就算是女佣就怎么样 女佣就是不务正业嘛 我们还是坚持 在政治上除了议政论政 还是要为人民做事 还是要实实在在回到民间 听人民的诉苦 2月19号 这个土权啊 去拜访宾州政府 获得宾州行政议员接待 双方谈得非常好 而且郭伎记者会说啊 如果双方 这个同意的话 日后可以有合作的空间 那是什么样的双重标准 公开跟土权接在一起 这一些明年的行动党的议员去了哪里啊 他们的槟城政府就能够跟土权一起合作 这一个美分的讲座会出现跟土权有关系的人就变成这么大的罪状了 所以我说这个郑立康也好 公正党这些放下土导